最近来到石门区可以发现区内的景色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靠近白沙湾的德茂里 有一条小巷被彩绘丧色大改造 除了街景有很大的不同之外 更加入了德茂里当地的特色人玩风情 像是靠海的雨川异象 老树甚至村庄里懒洋洋的村狗都被画上了墙 换然一新的彩绘村落也吸引不少游客 不只是海边细水 更是一定要来到这里玩街拍打卡上船 石门区德茂里白沙湾旁边的巷子 它是一个老旧的巷子 那我们利用这次台电城乡风貌补助的机会 我们对这个巷道做一个美化 就是在我们两侧的墙面我们做一个彩绘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彩绘而已 我们特地请生态老师来这边观察生态 然后跟在地的民众做沟通 然后根据在地的元素 一些比如说日常生活的狗啊 村子里面的狗啊 或者是鱼啊海鸟啊鸡鸡蟹啊船啊等等之类的 利用这些元素来做出一系列的画作 石门区公所表示 城乡风貌的改造计划 期盼透过改造或是改变村落 需要泰欢的样貌或是长乱点 并且保留当地的人文特色 再造一个具有当地代表性的景点 而为在德茂春落的彩绘墙面不只是美化了社区 更加也透过互动式的彩绘街拍 让德茂里都活泼了起来 那这些画作的话 这个非常精致 而且也很适合我们在那边打卡拍照 就是跟图来做互动 那整个也都是焕然一新啊 那我们欢迎这个外地的游客 本地的民众也很欢迎 就是说到白沙湾去玩以后 那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巷子里面去走走 有一个全新不同的感受 可以见到来到彩绘墙面的民众 一下可以跟着渔群游动 一下又可以跟春狗小白互动 往前走还可以见到墙上所描绘的老树 就在一旁助力着充满生气 而石门鞠公所也邀请民众 来到白沙湾从事水上运动之余 不忘了要来到Tayami老店旁的小巷弄中散步拍照 休憩休闲 也感受一番德茂里 当地最值得保存的人文风情 记得有料品含十门采访报导